高雄總會一個禮拜前就知道要發通知單給他的年紀比較大的市民朋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種資訊不對稱的情形 全國老百姓都看在眼裡 當初沒有疫苗的時候 從變成7加7會變5加9會變3加11 這個絕對在醫學上是臭的 是臭的 是臭的 這個有飛機嗎 所以以前3加11是一定不對的 這就很奇怪 不同的縣市 你知道 年齡都不一樣 你不應該說 前週沒有出發通知說 明天要給你幾次 怎麼會讓整個台灣島上不同的縣市 都打得年齡都不一樣 所以實在是幾次 幾次的 幾次的 那 今天 這個 算了 這個 好啦 好啦 您可以講的話 一算 誰叫誰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做到問心無愧 這樣就好了 其實 我有看了一下 一些網路的風向 你知道 我要這樣講 人在座 聽在看 不是電腦在看 只要每個人 憑良心做事 盡量這樣就好了 所以不要說一個好心肝事件就搞得大家 好像那個聯可把疫苗丟掉 也不可以再去打其他人 不需要這樣 共產疫苗還有拿到EUA 就先來調查施打的意願 請問市長覺得合理嗎 你說開玩笑說 政府終於不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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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玉縣長徐耀昌昨天建議中央 因為議員經常在第一線服務 應該要納入第二類優先疫苗施打的順序 請問市長怎麼看 像這種題目 我也知道這是危險的題目 那就交給中央來規定好了 其實高家平安跟我交情不錯 要把你吐槽 心中有特權在看什麼都是特權 那些在電視上 看衰自己國民網路使用能力的那些名嘴 其實他們太低估了整個台北市民的數 不要用那個環文入竭 那個很死的法律把一切都綁住 我非常反對 在一個社會裡面 把你的國民都當作賊在處理 這實在是 在防弊 防弊到整個國家 不能有效的運作 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非愛 那您認為疫情的源頭還是3加11嗎 其實去追究什麼源頭來源 在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去追究那個不具實質意義 但是我要講 這個英國病毒 絕對是颱風掉下來的 這些東西 我都不想再聽 也不想再去猜測 就在台北市去買了500萬劑 然後呢 很多東西事後越看越奇怪 韓國是購買跟帶風 那台灣你知道喔 台灣是不買 也不代工自己生產 坦白講 這實在是賭太大了 國民賭太大了 民眾黨立院黨團提案 要求行政院相關部會政務官 都必須將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市長認為只有總統支持國產疫苗夠嗎 這個就是口水題啦 不過我相信民進黨的政務官 應該都追隨小英總統才對 你問我說你在心裡面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要慢慢解除管制要哪一個 當然是有答案啦 這是不吃飯的優先啦 避免疫苗浪費市議員建議打剩下的殘劑 醫療院所應建立後補機制 避免丟棄剩餘的疫苗 不敢擅置施打 行程浪費 請問市長您怎麼看 這個喔 同樣的問題喔 已經第三天回答了你知道 在醫療實務上你知道 我們都知道 因為開那個一瓶 它有十人份 那甚至有時候如果用一CC針頭去抽的話 可以打到十一人 那一般來講 我們當然我們有鼓勵盡量預約 那就算是預約 有時候也會遇到說人不來 像我們在85歲以上 有預約有來了98% 我猜啦 今天大概應該會掉到90%最高 因為現在看到是83.44 就算把那些後補的數字補一補 了不起大概是90% 所以但是90%也算是高的 沒有前幾天那麼高 所以如果你預約十個 有一個沒來 或是說你那個抽 剩下還可以多打一個人 兩個人原則上就是按照概覽 按照原則去做 那如果你實在是不方便 那不要浪費這樣就好 所以如果你為了那個 你也不曉得 要建立一個後補機制 那還在 難道還在設計一套 網路系統嗎 所以我常常說 在一個社會裡面 不要用那個環文入節 那個很死的法律把一切都綁住 所以人與人之間 整個社會的運作 還是要建立在一種附近的基礎上面 常常這個社會就是 太多的不復興 弄得奇怪怪的 所以我的主張還是這樣 盡量預約 按照規則做 那如果有剩下的 就按照當時政府公佈的原則 比方說一到七例 那如果真的打完了 還是一時間找不到人 那就授權醫院那個醫師自己決定去處理 因為那個開封也有 只有六小時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把整個制度 所以我非常反對 在一個社會裡面 把每個國民都當作賊在處理 這實在是 所以防避到整個國家 不能有效的運作 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悲哀 媒體提問到 現在有人利用時間差撇清3加11 和北市疫情的關係 市長您認為這是刻意帶風向嗎 那您認為疫情的源頭還是3加11嗎 其實去追究什麼源頭來源 在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去追究那個不具實質意 但是我要講 這個英國變種病毒 絕對不會帶風掉下來的 所以講到這裡就好了 既然政府目前願意授權民間單位 代表政府與上海代理商復興洽談 請問台北市會不會考慮提出申請 如果疫苗可以和上海代理商復興洽談 那過去我們拖了這麼久的時間 市長會不會覺得非常可惜 今天行政院授權鴻海採購BNT疫苗 但也講明 能不能談到足夠的疫苗 甚至願不願意賣 沒人敢保證 請教市長是否會憂心 東洋的悲劇再度上演 另外市長覺得目前進度 不如預期的原因為何 政治因素是否佔了很大的原因 這些東西我都不想再聽 也不想再去猜測 坦白講當台北市長 也是有人來問我們說要不要自己買 但是我們每次想說這種事情 就讓我們台北市去買了五百萬劑 然後呢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 不管很多東西 事後越看都越奇怪 就是說 反正不想講的 我倒覺得這樣 老百姓對一般的老百姓來講 就是疫苗可以早點來就早點來 可以早點打就早點打 大概就是這樣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證實 75萬劑莫德納疫苗下午抵臺 到時候75歲以上長者 是打AZ還是莫德納 市長您認為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嗎 老百姓當然是希望可以自由選擇 不過這個實務上還是中央去思考 現在疫苗已經兩種了 搞不好以後還有三種甚至四種 所以 如果每一個接種點都要準備四種 這個 除非用預約的 不然更困難 如果預約的話大家先講 哪一個 哪一個接種站他有幾種疫苗 有多少 那如果預約完就沒有了 那如果是這樣 要完全不預約去 然後一定要選 不見得剛好有那個疫苗 那另外一點是這樣 不同的疫苗保存條件都不一樣 所以 那間隔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中央還是要想想看 你知道 這一個統一的規定 就是說 你將來是 一個接種點只有一種疫苗 還是 一個接種點有不同種的疫苗 當然對我們來講 同一個接種點有不同種的疫苗 它那個行政成本就越來越高了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所以 一般來講 疫苗太多種 反而造成那個 行政成本就越來越高了 民眾黨立院黨團提案 要求行政院相關部會政務官 都必須將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市長認為只有總統支持國產疫苗夠嗎 這個就是口水皮啦 不過我相信民進黨的政務官 應該都會追隨小英總統才對 接下來是民視新聞 陳信偉提問 全台疫情都逐漸趨緩 柯市長您怎麼看 但之前有說到 就算是6月28日要解封 也不會從3級降到2級 目前認為解封的機會高嗎 如果要解封 您認為要從哪個地方 哪個優先來選上作為解封 其實解封這一題 我們還是想了很久 我們比方隨便講 內湖區 這個禮拜到現在 一個都沒有新增案例 可是 圍繞著內湖區 從新北市的汐止 到我們自己 台北市的南港 就是說 所以老實講 單一個區 你不能看單一個地方 然後來決定說 要不要 要不要 那個管制要不要 要不要降級 這個還是要涉及 整個 整個 整個台灣 所以老實講 我一直覺得 台灣的這種管制 說要 不同的限制 要 不同 不同級 我認為不太容易 當然 你問我說 你在心裡面 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要 慢慢解除管制 要哪一個 當然是有答案 這是不吃飯的優先 沒有脫下口罩吃飯的 先優先 所以 去看美術館一定是先開放 看電影院也許 當然不在裡面吃爆米花 所以 原則上如果要解除管制 應該是從 不吃飯的 不張口吃東西的 開始 接下來是台市匯流聯合提問 莫德納疫苗24萬劑 今天抵台 後天又有41萬劑 請問市府 中央已經有告知 台北市能獲得 多少數量了嗎 中央分給我們多少 我們就打多少 只是說 你只要事先 找個幾天跟我們講 我們不要好準備 不要 我倒覺得這樣 你給我多少 你就打多少 但是 就比較確定 不要說 突然今天 今天 今天都會跟我發下來說 明天要開始打 我這個就大亂了